騎士在路口等紅燈 一位視障者過馬路卻越走越偏 眼看他就要衝入車陣中 看到這驚險的一幕 騎士連忙衝下車引導他通過馬路 順利帶著視障朋友抵達後 騎士小跑步跳上機車 路旁的先生看到騎士的熱心之舉 也忍不住兩手對他大大的比了讚 暖心電幕發生在五號新北市板橋中山路一段 換個視角再看一次 當時視障者僅用拐杖敲擊地面 但還是逐漸走偏 不只是慢慢往公車靠近 甚至再往前一些就要闖入車陣 一旁等紅燈的機車騎士 看到正幕臉忙跳下車 一步步扶著他順利抵達對象 影片一波上網 期許收穫網友一片好評 不僅感謝他事實伸出援手 也稱讚他完全沒有猶豫就直接幫忙 社會就是需要多一點這樣的人